好 你們注意哦,中間這裡夾夾要小 這中間的縫隙要小 一大就鬆掉了 上面還是靠近,下面還是拉長 轉輸的基本結構 上面靠近,然後下面呢 下面拉長 好 這種鳥字啊,就是象形文字啊 長得像鳥的側面 這應該是鳥頭 鳥的頭 這下是鳥的翅 鳥的翅 好 這鳥,鳥爪 鳥的爪子 肯定是個象形字 上面緊,下面鬆 拉長 上面緊 下面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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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扭空 ",由 typ 地籤面扭空 咻 我那個urrection 並幅度 噢,偏上 背,上面紧密 有一點膨脹啊 下面的兩隻腳有點打開啊 那右邊也一樣 這把是對稱型的 也是兩隻腳 下面的女啊,就要塞那個縫縫 這裡塞那個縫縫 所以當時要預留好,不然擠不進去啊 五讓字啊 還真勤勞 相同的字還寫兩次 下次記得下面打兩橫 短橫啊 就代表寫過了 所以重複的字在傳輸裡面經常打兩橫,那很正常 因為傳輸有時候 比較麻煩 傳輸的速度主要是慢 因為它是陽好 又在旋指上 旋指又拖不動 又不能拖太快 所以傳輸在訓練就是線條的能力 不能太快 不能太慢 太慢沒精神 太快筆會浮起來 好 有點弧度 有點弧度 好 好 筆比較乾了喔 筆比較乾的話 就不要拉太快 太快之後就會虛掉 筆升長 下面要短喔 不是均均均勻的喔 把這個外型先寫出來 外型要寫得一致 好 好裡面的清齊筆 拉開 清清齊筆 拿看 7比1比較尖喔 7比1比較尖就不要頂的太用力 頂太用力因為那個墨會脹墨 這個書法家有時候會稍微變化一下 有時候頂的用力有時候不用力 這個蠶蠶的眼睛啊 還蠻立體的吼 突出來的感覺 好,這裏又要保持幅度了 中間要有腰伸 上面要寫的Jai 下面要寫的阿長 這裏有時候沒有黏住 有時候會整個黏住 我自己看一下它到底有沒有黏住 下面要拉長 這裏是拉長 但是上面比較緊 下面不要長 上面比較緊 下面不要拉長 螃蟻